大型的蹦逼现场 未来战士 嗨大家好 我是嘉惠 今天呢是9月2号 也是2023年福茂会开展的第一天 那我又来到了守纲园区 第一天嘛 我想着肯定要带大家逛一点 往年没有的比较特别的展区 对不对 元宇宙 像不像一个大型的蹦逼现场 其实是一场灯光秀 那一会儿呢还会有VR游戏的一个展示 哇 刚才看完了整个这个游戏的实战的展示 真的太酷了 有一种未来战场的感觉 那我也想体验一下 带上这个装备 我现在已经带上了这个装备 看像不像一个未来战士 哇 它这里甚至还有直升机 枪也好 包括我头上带的这个VR设备也好 都是比较轻量级的 那这样让我在这边大幅度的走动呢 我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累 我们是一个大空间的一个游戏 往往我们看到的VR游戏一般是坐在载具上 或者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体验 会有一些眩晕感 而大空间的自由行走的VR是体验的 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用户眩晕感 选手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只需要佩戴一个轻便的头衔 它去掉了背包 只需要背上一个VR的眼镜 此次服吗 只会有表演的形式 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VR的穿戴设备会更轻便化 消费者去以最轻便的方式 去体验我们的VR内容 欢迎来2023年 贸费精细到头发色都可以调节 然后我们也有海量的资产 比如说场景 衣服 以及我们的一些道具 然后都可以供观众来选择 然后去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人 我现在就按照我的喜好 来定制一个虚拟人的形象 就有种在玩 小时候玩的装扮游戏 上面出现的这些数字 都是在识别我的面部表情 然后在这个屏幕上 就会实时的进行体现 像电子版的芭比娃娃一样 我已经从这个元宇宙的世界 回到了现实世界了 那整个元宇宙的这个展区 给我一个感觉 就特别像未来的世界 特别有这个赛博朋克的感觉 那想要预约来参观 这个伊高如的元宇宙展区呢 记得按照这个办法 提前预约然后入馆参观哦 服贸会呢还在继续 接下来的几天呢 我们也会继续带大家去看一看 展区里有什么好玩的特别的展品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哦